貪古沉悠 五陽性 須先生 你研究古代廣州的歷史這麼久 你認為古代對廣州居民威脅最大的是什麼呢 我自己認為水 火 冰災 是古代廣州的三大威脅 在三種威脅之中 又以火的威脅最大 那為什麼火的威脅是最大的呢 當然有原因 因為古代廣州市內的居民 居住得密密麻麻 在狹窄的街道兩旁 就擠滿了那些物質質的房屋 而且這些房屋都是用二元的木和磚建造而成的 所以很容易引起火災 一燒起來就一發不可收拾 一燒就燒幾條街 甚至十幾條街這麼厲害 所以火災 對於古代廣州市民來說 可以說是一個惡夢 那當時有哪幾場大火是最厲害的呢 古時的廣州 時不時都發生大火的 而且災情相當之嚴重 舉例來說 就以1822年以及1842年 所發生的兩次十三行大火 一燒就燒了十幾條街這麼多 當時有沒有想過什麼方法去防範一下呢 當時的防火措施有很多 但是最普遍使用的就是 晚上派一些打耕的耕夫 他們去到市內的大街小巷樹去巡邏 一發覺到某一條街發生火警 於是便打響的羅 通知所有人 讓那些街坊是合力的來救火 那如果真是萬一發生火警 那用什麼工具和怎樣去救火呢 在最初的時候 救火的工具就很原始的 只是那些居民拿著一桶桶的水去救火 那及之後來就發明那些用水壓噴水的水車 那這樣一來呢 那個水量大了 水力也大了 那當然救火呢 就功效就顯著很多了 蘇生啊 廣州是何時開始成立消防局的呢 廣州的第一間消防局 就叫做消防所 那它呢 在清朝光水二十九年 即是公園的一九零三年成立 那現在你所見這間消防局呢 就是成立於一九二五年 是現存廣州市內最古老的消防局來的 那葉桂你有沒有留心理真 在我屋頂上高呢 有一個呢就是觀望這個附近火警的高樓來的 不如我帶你上去看一下 好啊 葉桂啊 這一書呢就是我剛才跟你講過的 廣州消防的頂樓來的 那麼以前呢就是這一個呢 就是看下去觀察附近呢 有沒有火警發生的呢 那因為這裏呢高高在上 附近的環境呢 真是可以講一目了然的啊 那些樹呢分開東南西北四面的啊 那萬一真是發生火警了 那那些消防隊的隊員呢 就立刻呢全體出發去救火了 那當時的情況呢 就是由消防隊長呢 一馬當先 那其他的消防隊員呢 就跟著他後來去救火 那當然呢就要帶齊了呢 所有的救火的設備啦 那葉桂啊 上到來這裏 不知道你有些甚麼感想呢 正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療軟 所以呢我們一定要注意防火的 沒錯啦 同時呢 我們應該是為那些盡心盡力 為廣州市民生命財產 作出保障的消防隊員呢 是致以萬二分的敬意的啊 當中的星期幾れて whistles 哦 group 共同 中的顏色